山河壮阔 奋斗者用汗水挥洒每一片土地 石榴花开 各族儿女用火红点亮激情涌动的时光 不被辜负的梦想 以薄发 以坚韧 以挺进的姿态 致敬2020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共奔全面小康 见证一个时代的喜悦 芒果TV自制纪录片 石榴花开 盛景无限 在乡、物、鱼、钱交界的武林山区 自古生活着一个勇猛灵巧的民族土家族 白手舞、枯架、西兰卡普 这些点缀着时光的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星空中闪耀 在秀丽的武林山脉生生不息 让我们把目光乘上翅膀 飞越山川河流 飞越道化乡村 去往土家儿女的家园 去看看时代浪潮奔涌而来的活力 去发现精准扶贫带来的喜悦 去感受乡村振兴点燃的激情 旁边的这个113号米豆腐店 是每个人来到芙蓉镇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 这是我们芙蓉镇的美食 是我们湘西孩子从小到大吃到大的一个美食 芙蓉古镇里面最好喝的米酒 她是阿芳 身为芙蓉镇景区的旅游策划 没人比她更熟悉这个全年收获200亿点几量的网红小镇 在她的尽头里 芙蓉镇依瀑布而建的吊脚楼景观群 是土家族传统建筑的经典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户部 看到这个吊脚楼的时候 我自己都被震惊了真的 就是能够让人见到都能够挖一声 对不对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能够让我觉得挖一声的风景 也一定就是能够让别人挖一声 芙蓉镇原名王村 因谢敬导演的电影《芙蓉镇》而更名 作为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姑娘 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让这座有2000年历史的王城 时尚潮流地回到人们的视线 看看我们这个土家的大厨是怎么炒菜的 太好吃了 我都咽口水了 能问你对自己的厨艺有信心吗 有信心 肯定好吃是吧 好吃 我待会儿吃得不好吃 不要钱了 不要钱 来 起菜 起菜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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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哥哥哥要前面 我还能笑 今天整个需要多个人活动 什么东西应该就是 原来想过来旅游 大家都可以笑 前面不是游行 我说现场那些 民导社就说 网红直播嘛 哦 各个直播接个流 直播带流量 网红 火经济 为了带火福中镇的旅游 阿芳和同事们决定为芙蓉镇策划一场直播活动 希望在自己的带动和大家伙的努力之下 能够让小镇活力四胜 比资卡 比亚紫卡 多点不错 阿芝朗 接下来 其名欣赏 舞蹈 造化 春梦 舍巴巴 那小姐姐 好 这就是我们的小姐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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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多 我天呀 已经396个了 怎么一牌的女孩就长了这么多 我的天呀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多人看 好兴奋 刚才还是跟别人说我 这种没有粉丝我都不想播了 翩翩起舞的女孩 名叫张元 是春梦舍巴巴环节的领舞春梦少女 这档穿越土司王朝 见证土家历史的飞夷节目 是芙蓉镇为了提振旅游最新的举措 在阿芳的直播策划里 她就是芙蓉镇的颜值担当 我真的觉得你很有网红潜质 你知道吗 就是那好多游客就说 哎 要过来看CV小姐姐 就是有很多粉丝过来看你 对 我们大家都拍你 我们的号都能起来 为什么自己的号不能起来 是不是 对 搞不好就又带好了一个小姐姐 是吧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试一下 这样的话也带火整个芙蓉镇 哈哈哈 可以啊 作为芙蓉镇的一份子 带火整个芙蓉镇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 但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都希望这个小镇能变得更好 现在我们要去芙蓉小巴的家里面 然后他的家就住在 芙蓉镇最下边的那条油水河的一个鱼排上面 阿芳要寻找的小巴一家 是阿芳芙蓉镇直播活动里独特的风景 嫌少有人知道镇下的油水河畔还有一群默默传承了五代的渔民 我过来看 就是能做下工作 看你们有没有愿意开高直播 再次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我来 搞不来了 我觉得叔叔的心上也非常有贴色了 贴色我们做不来嘛 做不来你说嘛 小巴年轻人年轻轻人说什么东西都快 对不对 妈没时间过来去 这不顺利法 还打得紧你 像说服这些从来不愿意去接触直播的人 我真的觉得是件难事 包括如果我以前没玩直播的话 有人来说服我 我肯定也不会去直播 本来工作就很累了 对于小巴一家的犹豫 阿芳虽然有些小失落 但也能释怀 言谈之中 阿芳得知9月30号之后 这条与两岸渔民世代相伴的油水河 将全面禁于十年 当地政府将根据渔民的实际情况 制定转产专业的方案 精准帮扶 为了家乡的青山绿水 大家都在积极地进行转型 想到这儿 对于直播 阿芳也不想强求 他只是希望 朴实善良的他们 能够从容地完成 这次人生的交接 灯光是出了点问题 大家理解一下 然后我待会儿会给你们呈现一个 非常好看的 梦幻芙蓉夜景啊 然后我们现在是去检修的一个路上 你看我们检修还有很多歌手啊 就虽然这个灯光 芙蓉镇的夜晚是阿芳的最爱 直播过程中 阿芳遇到了景观灯光师三哥 因为网红瀑布的灯光出现了问题 三哥赶来紧急处理 然后先马上去检修我们的这个线路 谢谢你们送给我们的 后期 这些我们的末号工作者的礼物啊 我会展告给他们的 三哥是阿芳的意外 也是惊喜 阿芳也想三哥参加芙蓉镇直播节 夜晚的瀑布是直播最美的背景 他就是网红瀑布背后的男人 我当时就察觉到三哥他其实内心也是有一点小窃喜的 这里是湖南湖西芙蓉镇 宝宝们老铁呗 这里是湖西芙蓉镇 这里是湖西芙蓉镇 你能看到我们的芙蓉镇夜景 这里美不美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需要有一个切入点 就是让他们有这个想法 有这种冲动 让他们觉得直播不是脱离于我的 而是和我连在一起的 就要找到这个感情的契合点 收网了 迎着夕阳收网了 我看到这好大的鱼 真的还算小的 我知道你说了有六十几年 我没见过世面 不好意思 有别的 静于前夕 小八还是决定在阿芳的陪同下 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试播 让更多的人 见识到芙蓉镇五代渔民的生活 阿芳也是第一次 感受到了渔民们 河岸上的收获和喜悦 镜头前的小八笑容满面 身后的渔水河 是她心中永远的牵挂 这是属于芙蓉镇的故事 未来不管如何变化 乐观将是这片土地 每天被直播的性格 过去 鱼人在水上的生活寂寞单调 行船捕鱼途中 唯有两岸山崖上的猕猴 常与他们相伴 快嘞 快嘞 我觉得他们好可爱 真的 你和他们也有那么久的感情了 你看他们都舍不得离开 都在那里都不想离开 你让他们走他都不走 直播让阿芳有幸遇见了这一场告别 芙蓉镇的直播节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巴布棠民宿的老板 刘晓庆米豆腐店的豆腐西施 灭酱店的老艺人 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手机 去庆祝这个古朴镇子特别的节日 小巴也在其中 一次意外的直播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新方向 让阿芳高兴的是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新进的主播 芙蓉镇直播节给了镇上的居民一次欢乐的理由 此时手机未知的另一头也许有人正在到来的路上 古林山下水悠悠 三峡洛西州 悬崖峭壁绿油油 悠悠荡华州 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怎么了 别人都自欺高昂的 你一个人在这里垂头上去 你到底怎么了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一看石人花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你张大个嘴在这里笑 肯定是你欺负我们家小包菜对不对 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家包菜 我一个个坐过来 我告诉你们 出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土家妹子谭彦琳 正在排练她的五间小剧场 这些小人物都是她得意的产品 因为一店一车间的扶贫创举 她受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办的表彰 这下当然就成了十里八乡文明的名人了 你喝茶就喝茶呀 拿来这朵花 歌声和笑声 那是谭彦琳手工扶贫车间的标配 歌声嘛 代表着土家族文化赋予他们的灵度 笑声 那自然代表着他们当下的满足 提供场地 扩展销售渠道 在政府的帮扶下 像这样的车间 谭彦琳已经创办了十一件 一千多名姐妹也在编织着新的生活 眼前就是茶洞古镇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脆脆的故乡 小溪流下去 绕山驱流 一脚踏乡前于三地 这里碧水悠悠 泛舟百度 吊小楼 古香古色 湘西少数民族风情 极其浓郁 我觉得变成地方很美 美在沈从文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些故事 它至少可以 我们手中穿梭的线 可以编织出一个有故事的一个产品 思心 谭彦琳需要最后确定店铺的选址 这也是老板的 这也是老板的 那一二六了 老板 老板 妈 这有人住吗 你住在下面呢 我把心都给你了 就让我的小东西看一看 好好好 谢谢啊 我这家真有证据 它是很能够 真的吗 真有证据 这个位置还更好 住在下面 住在下面 应该是到加息的时候 认识 应该可以了就该 它这个位置 它这里你那个拉拉度远不远吗 远不远就转个弯就得了 我帮你去看买车 恭喜两趴 谢谢 五间店铺经营有道的她 对于位置的选择 自然有一套参考的经验 对她来说 演员很重要 曾经的拉拉度 一根铁丝横跨江面 摆渡着古城和洪安两岸来往的居民 而现在铁丝已经成为历史 拉拉度也逐渐成为古城打卡的景点 店铺选在这里 讨了个好彩头的谭彦林 在络绎不绝的人群当中 仿佛看到了新店红火的未来 你要想去觉得她是跟着爷爷到船上长大的那么厉害 她应该是这么样的 她是不是晒得吃黑的 不打算出的 不打算出的 要拉船才拉吃 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的形象 也是谭彦林为茶洞新店所设定的产品 这也是他们传统手工编织工艺 搭配茶洞地方特色的一种文创 先示范的翠翠来了 怎么样 不去讲那个法庭 这个法庭大主后 我觉得广州纪念品还是有点太单一件 像我们想着怎样结合使用性 现在国家好早要放宝 我们就要用我们产品来号召大家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融合进去 把它做成我们的产品 要得要得 好好好 要得 她的身哪有那么厚呢 现在的小小小子 她的西方那种快点的 或许是从谭彦林的扮演中得到了太多的灵感 一场关于谁代表翠翠形象的较量 在两位设计师之间展开了 我们只是讲要抓住她的 好好好 两两个老大 我觉得彭师傅意思就是讲 要把她当时的生活体现出来 你是觉得要加住现在人的那种心理 那么我们怎么搞 你根据你的想法做一个 然后他的想法做一个 各做一个班 然后做点生产羊放到店里面去卖 然后消费者讲法 然后顾客讲法 哪个好卖 那就为王 他死了 他的询问 他在书的 他有时候 他会带在书上 在书那里面去 一位 他游戏 他的不客户 原来的 他跟上 脆脆形象一定版 茶栋心殿对应的扶平车间 就忙碌了起来 在谭彦林一电一车间的 创业版图里 扶平车间的建立 那才是核心 招工启示贴出去 来往的人络绎不绝 来来来 还是本家在这里面 真的呀你回学了 一样回学了 你报个名 报个名哦 报个名你就北发重庆了 你电话好吗 你记不记得了 电话好吗知道没 你电话好吗 记不得 自从没学的 自从没学的 我怎么还讲得好 你来电话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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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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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得来普通吧 你看 有很多陪都的妈妈们 半年时间留在家里 可能留得住 但是如果是长期没有事做 她可能就会想到 我还是要出去打工吧 把小孩留给老人 那我们这小孩又变成了 牛逝儿童 还有很多苗族的阿婆们 本身就有一身好手艺 但是没有地方发挥 然后我就想 我得把他们运动起来 想把这个书法和专业书日 同意下来 当地也许没有哪家店能够像谭彦林的店铺一样 在开业的时候能够收获如此多的祝福 这些祝福 一张张笑脸中流露出的情感 朴素而真挚 单纯却浓烈 人的心情可以通过真挚来表达出来 我们的心情都在产品上 我们千多名姐妹的这个梦想都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 我们的梦想也走向了全世界 十九岁从偏远山区考入武汉音乐学院 二十一岁一国闯荡站上了新加坡职业歌手的舞台 二十八岁又为了建设家乡 回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丰县 当起了牛关创客 许群群的身上仿佛有说不完的故事 2013年3月 许群群长途跋涉 先后辗转山东等地肉牛育种繁殖场 带回了两百头西门塔尔牛 与传统黄牛相比 肉乃两用的西门塔尔牛肉质细嫩 生长迅速 创业七年时间 许群群的养牛事业 得到了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它也反过来带动了贺丰县的养殖产业发展 养牛规模起来了 它正计划着把手里价值一万八亿头的西门塔尔乳牛 免费发放给村民 四面环山的鹤丰县地处高山腹地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9年鹤丰县完成了脱离贫困县的目标 政府部门给我们修路呀 装砖便呀 包括蓝圈建设呀 赐尿场地建设呀 这些都是为我们打下了监视的基础 也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的带动能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 西区群俊你还在忙啊 啊 自己走好走 我来讲 请说你们准备把你们的油放火到农所 你要农所去养去 有油那么多大事 但是我们有三个要求 第一个 许群群的乳牛计划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一来看中村民们养牛的决心 二来也要实地去考察他们是不是具备养牛的条件 本前也有这么大样的 投资的也不是说不一样就不一样的 我们的乳牛政策是每年下一头小牛仔给我们回收 前五年它是只有三四千块钱的 但是跟乳牛淘汰了以后还可以卖几万块钱 平均算下来其实它每一年基本上是可以装到一万块钱的 唐大哥冒雨前来报名 许群群决定去实地考察一番 哦 我在过错啊 为辛苦啊 嗯 你们也自愿喝吧 这个山围起的这么一个草坪最适合养牛的 嗯 哪有时间 这这一切土地和山林有好多吗 哦 还是可以 可以养个二十几头 没问题 哦哦 嗯 哎 那这个样子还剪得可以啊 啊 可以 嗯 没得味道 但是这个地方我看它虽然是这个围样子就是还可以 但是为牛那时候的话它这个给控制掉转度实际就不大合适 牛过去打一些 唐大哥的确是不符合入选的标准 但接触下来又看到了唐大哥为人实诚 真心地想通过养牛找到未来的出路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许群群群也是左右为难 哎 这个这样不好 这个 我想一下嘛 这个 当我和他谈起他的家庭状况的时候还是很担忧 因为毕竟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投资这么大 我觉得可能面对他来说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成长过程中 许群群兄妹三人都是由母亲带大 看到唐大哥家的情况 他从心底里想帮助他 既然是牛棚的问题 许群群也思考着 是否可以帮着唐大哥把牛棚修起来 安排饼里项大 哎呀妈你找不到我嘴都唐其心不得跳 那个鱼咱是贼的 我一尝尝啥都没穿那妈 真的是的 你今天把那个羊群 把那我都长得包 算了 小 我的女鬼都不太勾腺 那我一天我一天 我当时感触很深 我就第一眼看他那个 今天我们小时 真的不一样 然后我再就去看他的 那个群青是一个相高 都那种我们这样 不一样 那他既然有决心的话 我们就先往外面做什么 许群群的想法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一家人决定帮助唐大哥 修牛棚 让他度过这一关 牛棚开工了 一大早 许群群就拉着弟弟 去到工地帮忙 想赶在发牛前夕 把唐大哥的牛棚 把它修建起来 让他和村民们 共同养牛致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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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好贵啊你那个洋鱼 好好吃啊 在外头洋鱼就没那么好吃 锅锅大 那些锅锅大 我酒量不好我就唱歌你们喝酒啊 好得好得好得 好 来来来 哪个放开喝哟 一碗酒来 哪个一首歌哟 酒不醉人歌醉人 酒不醉人歌醉人 伴随着许群群的山歌 鹤丰县的大婶 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发流仪式 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秦秦牧场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秦秦牧场 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牛场怎么建设 我们的饲养过程是什么 当然在后期呢 牛每天吃多少喝多少 或者郁气怎么防控 这些细节呢 我们都会跟踪服务 为人唱的 三哥 可这样有用 万把我心累 只不顾望 终将心累 何地之火 陪下 靠美 将成真心 要 更希望 因为我们发展了六年 我觉得现在猪牛养殖产业 也随着人民的生活不断提升 也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招养产业 既然我带动农夫 我就希望他们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在接下来的这个乡村振兴里面 我们也想担起这份责任 做好这个带头人 当牛冲出栅栏 村民们喜笑颜开 仿佛手里抓住了来年的财富 从歌手到牛官 再到帮助乡亲们致富的带头人 许群群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故事 有了直播助力 芙蓉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景区 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一度千年古镇的风土人情 谭燕林有了新的计划 她的直营店将走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一店一车间的扶贫模式也将走向更远 乡村振兴的路上 许群群群和她的乳牛计划 不会纳下任何一个想要通过努力勤劳致富的人 三个故事 这是土家儿女们在时代中奋斗的冰山一角 武林西边 游水河畔 武龙山下 世代而生的土家人 正在以一种奋斗的姿态拥抱新的生活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土家儿女和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抱一起 在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高耸雪山下 欲故族汉子靠真情凝聚牧民致富梦 打造中国的阿尔佩斯求症 如荫绿草上 高音歌唱家 以音符直播美好家园 密林岩石间 牧民诗人用情怀重塑远古印记 就是像一种建一个樱花波 辽阔的原野里 麒麟山下的歌声 满载欲故族人民幸福喜悦 随风飘荡 石榴花开 盛景无限